综艺天后陶晶莹升管了第二胎 返回荧光幕前 静棚和一群大学生录影 电视台高层也特地到了摄影棚 欢迎陶晶莹重持主持棒 而陶晶莹说自己好像又变年轻了 感觉就是又年轻了起来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节目 然后像 当然还是说很开心之外 还是很感谢阿肯跟娜豆 因为我觉得阿肯在节目上非常的用心 甚至我一离开的那几个月 他就得了就是焦虑症 还有遭遇症 然后就很认真地一直要找娜豆开会 那你知道娜豆个性就是比较属于随性派的 然后就是谢谢大家等我回来 人组合唱着电视 这喝的是电视台长官赠送的土龙酒 帮陶子不弃养生 也欢迎他加入望望团队 再送上桃子马甲 希望陶子产后身材越来越渺小 而陶子进行犀利的口罩 加上阿肯 娜豆无厘头的主持方式 深受大学生的欢迎 而现在陶子进生完第二胎 产后互出了 阿肯还有娜豆说 他们的精神支柱又回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